我好怕 如婷 我好害怕 超一点我就 没事了 没事了 都已经过去了 妈太过分了 如婷 姐 你怎么了 大姐 我哪儿难受了 别光哭啊 说话呀 说话 都是你带的好事 别在这里放肆无礼 有事回家说 这次到底有多危险 你一点说都没有吗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这是在拿大姐的性命 等而泄 住口 你赶紧给我回家去 刘天 你别走 留下来陪我 大姐 我留下来陪你 维希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文鲜找到吗 找到了 自己去外面玩迷路 那就好 他人呢 在楼上休息呢 对不起 我一直忙着照顾如今小姐 都没注意 他们什么时候走 我想留如今小姐在这里养伤 可能还需要简太太来照顾她 大姐 维希 你有什么不方便吗 这是你的房子 你做决定 丁公子 如今没什么大事 我也就放心了 我们也不便多打扰 只是如今坚持让她二妹留下来陪伴 不知方不方便 让如田也留在贵府呢 当然方便 简太太 要不你们再留下来 多陪陪她吧 不了不了 留下来多有不便 这两天就劳烦您多照顾 我发誓 绝不会让如静小姐 受半年委屈 让您费心了 你妹妹怎么样了 我去看女人 别多管闲事 我不知道你们兄妹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你别以为靠强势 威胁别人 就能令人心悦诚服 你的口气听起来 像这儿的女主人呢 女人总以为把自己 变成男人的麻烦 就可以掌控一切 依我该 真不见得 子慧虽然心善 但绝不愚蠢 机关算尽的人 总是枉费心情 那你别那么自以为是 你这种人 总是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 以为所有人都想讨好 巴结你 梁先生 这是我的助手 你好 您好 孙文希 我告诉你 我一点都不稀罕巴结你 如婧小姐 丁公子 我给如婧小姐准备了晚餐 还有你妈妈送来的祝福汤 谢谢你 你的晚餐也已经做好了 在餐厅 你仅仅累了一天了 肯快去吃些东西 让我来照顾她 也好 那就劳你费心了 只要小姐开口 一切都好办 她是谁不重要 我只想阻止她接近文轩 照您刚才所说的 此人应该还留在西塘镇 她既然追到这里 就不会善罢干凶 我很怀疑她跟文轩已经见过面了 对方难道 只有她一个吗 难说 她在暗我们暂明 防不胜防啊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隐时要出动 不行 这样文轩太危险了 刚刚那位小姐 跟您很熟吗 游天小姐 这是刚熬好的银耳汤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马上拿衣服给您换 这是宋小姐的衣服吗 我这还挺合身的 你和我们小姐体型很像的 你头发有些乱 让我帮你梳下头吧 不用 不用 我自己弄就行 请让我来吧 都是我闯的祸 如今小姐 你要不要试一下新发型 请跟我来 来 请 游天小姐 有什么事吗 请你和我走一趟 我和你 现在 请 我可没功夫陪你玩 我要照顾我大姐 我走 你放手 你个疯子 你放手 走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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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我警告你啊 不许再碰我 封先生 文轩小姐那儿 有我的助手保护 请您放心 好 知道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文轩小姐 跟我走 留 守护 说得好 他最后也能跟我当面罗对面鼓 跟卑鄙小人没必要 这些年 你们过得好吗 怪我 他不该打文宣的主意 苏芬希 我们早就不是你们家的仆人了 应不应该的 不是你说了算 原来他一直是这么想的 施主仆 不是兄弟 兄弟 跟你们宋家人做兄弟 那没有活路 你回去告诉他 我要见他 多久我都会等 对不起 我们家少爷没空 那我会找到他 你走吧 带我问候文轩小姐 你回去告诉他 文轩没有遗产集成权 让他放弃我 梁先生 这一趟辛苦了 调查的事情 到此为止吧 好的 宋先生 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如天小姐 谢谢你 在下感激不尽 是 豆花 我这就要准备 你想怎么折腾我都不会拦着 对他 你就死心吧 我警告你不要伤害他 他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不要听你说这种话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他是这么对你说的 事实就是这样 你把他和冯树赶走的时候我就在吵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去找他 你拦得住我一天 拦不住我一辈子 他不会就这样放弃我的 他不会再来找你了 温萱 爸爸在遗嘱里委托我 管理和继承全部遗产 你对他没有利用价值 他不是你造的那种人 子慧在楼下 别把事情闹大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你们不合适 你嫉妒他 你不能容忍他比你优秀 我告诉你 我非他不嫁 没可能 我不要再报我的事 温萱 我不让你去 温萱 是你救了我 是你救了我 你是一个好人 我就求你带我离开这个地方 你走出去就只要死路一条 他会找到我 他会给我我想要的幸福 我的心上人在等我 我就说你一定要帮帮我 你为什么要折磨他 你 你不要用这种 这种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吧 别动 别乱动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不 你们放暗闹 温萱 温萱 你 别做傻事 哥 我去拿药箱 你把伤口处理一下吧 赶紧把伤口处理一下吧 谢谢 我来帮你吧 为什么要干涉你妹妹的事情 你没必要知道 我有权利知道 你把我打扮成门宣的样子 就是利用我做了你的同谋 今晚占用你的时间 你看 我该怎么补偿你 你认为我是在向你所要回报吗 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的话 我认为你很有必要 反省一下自己的狂妄无礼 我认为你 那你准备就此叫门宣小姐囚禁起来吗 和你无关 的确和我无关 我真的很难理解 你怎么能如此坚定地觉得 自己的每个决定和举措 都无比正确 难道你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你的行为和态度 会给别人造成干扰和伤害吗 你能说得再明确一些吗 我给你造成了干扰和伤害 我就说门宣小姐这件事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这件事 你也不认为是 你也该去照看你姐姐 祝她早上康复 她会的 我还要提醒你一句 我大姐单纯善良 并非你认为的暗藏心机之人 我看到了 我平叛 我也提醒你和你的家人 紫慧的结婚对象 不可能是令解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我们走着瞧 丛容选一张牌 梅花K 我简单地洗一下牌 我会给你 看第一张 这真是我刚才抽的那张牌 有意思吧 我再给你编一个 可以再来一次吗 好啊 看清楚 听 在这儿呢 看来 我还要再加强练习 你做的没有破绽 我是胡乱猜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一会儿再教你吧 你先休息一下 出了这么多汗 伤口一定还很疼吧 看来 我只要做到小区 不许多标的 我只要做啥事 骆车 我确定了 不管你现在 你去办公室 要怎么做 我还是买到公室 因为你一个男生 我不是个人 丁龙子 如天小姐 大姐 大姐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 丁公子很关照我 丁公子 你先回去休息吧 如天会照顾好我的 也好 如天 这个是消炎药 半个小时候让如今温水服送 那个是止疼药 那个药有副作用 实在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再吃 一次最好只是半瓶 还有 每隔一个小时 要帮如今翻一次身 一个姿势固定太久 会引起腰背疼痛 三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他受伤的腿 对了 我现在去找一些小说来 念给如今听 分散注意力 可以紧轻疼痛 好 大姐 大姐 你跟我丁公子到底怎么样 他有没有想你表示什么 这可不是煲汤啊 小火慢慢熬 明天堂哥就要来提亲了 我怕妈会变卦 堂哥那边我都想要怎么对付了 恐怕现在最大的麻烦 就是宋先生 宋先生 不用担心了 有我守护你 且阿尔丹宋文西 统统不在话下 如天 你真的觉得丁公子他对我 当然了 傻瓜都看得出来的喜悟 他还说 明天会给我一个惊喜 是吗 那你也得表示表示 怎么表示 怎么表示 这是丁公子的手帕吗 是他的 先藏起来啊 等一会儿他走了 你就把手帕拿出来 偷偷把他的名字封上去 是 这样不太好吧 哎呀 是有一点老套啊 不过 都是妻子给夫君秀字的嘛 这样他一看 心里面就明白了 我去找陈燕 他还没办法 他还没办法 就完整了 野生 可逗了 你也没办法 这只能不能把手帕 儒恬 快坐 儒恬醒了嗎 剛剛吃過早餐 他要吃了嗎 嗯 他昨晚睡得好嗎 很好 謝謝 子惠 明天有一批成藥出廠 等你驗收 不必了吧 你廠裡的貨 我還能信不過嗎 這是必要程序 你先往下走 我父親那邊 你不用擔心 我跟他說OK就行 等入境稍微好一點 我就回去辦 子惠你還是沒有明白 丁先生不放心的是你 我 我再考慮考慮 丁公子 你們今天就要走嗎 是的 就是今天 這麼快 溫溪 如今他的傷 該做的你都做了 既然這樣 有一樣東西 我現在就要交給你了 我大姐的心意都在上面了 我來想要求你 我跟盧小姐 你也不想要 我做的 我把你去做的 你也不想要 我給你去做的 我和盧小姐 我和盧小姐 你可能會在上面 你沒有 你不想要 我和盧小姐 你也不想要 如今的珊瑚要负责任 我必须等她 拆掉腿上的甲板 我才能离开 我已经决定了 就算父亲要责罚我 我也先甘情愿 少爷 您要的东西到了 太好了 如廷 你姐姐很快就能出来 呼吸新鲜空气了 你尽管出招吧 我不会让你得逞 今天走还是明天走 都没有区别 紫辉最终会离开这里 忘掉这段荒唐的事情 宋先生 你太小看爱情的力量了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一见钟情定终身吗 如天小姐言情小说看多了吧 紫辉和令姐 不可能 可不可能 是丁公子自己决定 我肯定有幸福 我肯定有幸福 那是彩虹 你不可能 我肯定有幸福 我肯定有幸福 那是彩虹 我肯定有幸福 这是厨型的 你怎么敢搭马车呀 如田堂妹啊 堂哥 我说你就是再拉一车来 我妈也不会动心啊 你怎么敢搭马车呀 你怎么敢搭马车呀 到底是什么人 丁子辉你知道吗 听说呀 他在上海可是出了名的贵公子 丁 丁子辉啊 说起来呢 这位丁公子还真是气度非凡 连我都有点动心了呢 可是 自从他看到我大姐的第一眼起 严厉就再也没有别人了 这据我所知 丁子辉不过是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公子 他没什么真才实学 他行事处事 急掌杖他父亲的 威望 姑田堂妹 你却如庆三思啊 堂哥 你可不要因为嫉妒别人乱说话呀 我对着丁子辉还是略知一二的 待我进入买败业的恩人 就丁家过往甚密 可是 你在背后说人坏话 还是要小心一点好不好 据我所知呢 这次丁公子 是和他的一个好朋友来的 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位 那这个人高姓大名啊 宋文西 宋文西 还真是呀 这宋先生就是我那位 恩人的甘侄子 你看你看你看 我说了让你说话小心点吧 你说你刚才对丁公子的评价 要是传到了宋先生的耳朵里 恐怕不太好吧 这唐妹教训得是啊 这教训得是啊 这教训得是啊 唐哥 我带你去丁公子家转转吧 我这这 没事 反正啊我大姐已经快是闹着女主人了 你就当是传传亲女去吧 你们请 尔丹堂哥 你愣在这干嘛呀 赶紧进去啊 尔丹堂哥 你怎么来了 姐 丁公子 听说唐妹受伤 微兄特来探望 丁公子 在下捡耳单 这箱有礼吧 原来是如今的堂哥啊 你好 快请坐 多谢丁公子 别坏了人家的性质 你 见唐妹精神甚好 微兄也少感安慰 刚才见你们二人相抬甚欢 我也不便打扰 在下就此告辞 怎么刚来就要走 坐下来她想聊聊天吗 宋先生 多日不见 进来可好 好 原来简兄认识文西啊 承蒙宋沙丽女士才爱 有幸被介绍给宋先生 原来是这样 那想必简兄也见过家父了 可不是嘛 这刚才来的路上 尔丹堂哥还提到令尊呢 他说 说令尊威望过人能量了得 哪里哪里 简兄有些言过其实了 堂哥 你快坐下来说话呀 我还是先告辞吧我 简兄有什么急事吗 受打击了吧 怎么了 那屋子你没看出来啊 他对我大姐有意思 是这样啊 我可怜的堂哥呀 他本来啊 都打算向我大姐求婚了 他这人可爱钻牛角尖了 你别看他现在就这么走了 以后啊 肯定还得回来 查找我大姐 都打算求婚了吗 可不是嘛 估计连聘礼都准备好了 如婷 先别说这些了好吗 你看看我 好吗 amo Bay 男人 女人 我就是几天主她 他说你死了 他妈妈呀 他妈妈的 主人比他和你 这么大的事 岂甘而泣 这是阅历好的书目 请您供应 你先坐吧 二丹 堂哥 请喝茶 二丹啊 有个事情我得跟你说说 昨天如静去郊游的时候 不小心伤着腿了 这会儿正打着家板 在床上躺着呢 我看这门婚事 一时半会儿是办不成了 如此 真是遗憾哪 这是奇一 现如今哪 上海有位姓丁的富家公子 看上我们如静了 我看他那架势 恨不得要把如静 马上取进门 你怎么会把我认真 二丹 不瞒你说 现在如静 正在丁公子家养伤呢 你不知道 那丁公子出手多么阔绰啊 随随便便 就把我们镇上 最豪华的宅子盘下来了 宅子算什么呀 我看那宅子 还不如他那辆汽车柜呢 对了 昨天丁公子还叫大姐开车来着 可不是吗 如静学得可快了 丁公子都有意要把车送给入境了 我看也是 我看大姐对丁公子也四情有独钟 姑母这十九八九 那丁公子马上就会来提亲 二丹哪 虽说咱们是有约在先 可这丁公子有钱有势 我们也得罪不起呀 那唐婶你现在意下如何呀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今天带来的这些东西呢 就先留在这儿 全当是作为定金了 我呢也好好帮你跟如静说说 等好事一定下来 你再正式带着聘礼过来 具体数目咱们到时候再商量 你看如何 唐婶 是 线下如今唐妹腿上有伤 即便丁公子想迎娶唐妹 也不可能即日成婚 即日我也闲来无事 那我在这儿先住一段 等唐妹跟丁公子的事 有了定论咱们再说 这 这恐怕不太方便吧 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女流 好事儿 在约定实现之前 我都是这个房子的合法主人 不用我再说一遍了吧 这 这可自然 这个自然 这件事就照我说的 是 的话 这是最好的 到这边 怎么样 囹田小姐 你有什么事 我来给文轩小姐几减麦 喂 碧柔 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天夜里 玩得开心吗 太糟了 在伦敦整整一个月 都没有见过她呀 吃得也不习惯 你跟子辉倒是快活了 跑到乡下去避暑 也不说等我回来一起去 你也没通知我提前回来呀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好了 说正事 你不是让我留意固化造厂的事吗 那边经理刚刚联系上我 说他们厂长有意把造厂转手 你听说其他人有受过异象吗 应该没有 现在殷商的冒祥灶 几乎霸占了整个市场 固化造亏损得很严重 固化造厂设备一流 就是没有建立起合适的销售网络 这一点你有绝对的优势 各省区都有你的药店 上海这边可以借助丁先生的势力 我待会儿会跟子辉谈谈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尽快 文汐 毕饶 我先不跟你说了 子辉找我有事 好 我等你回来 好 拜拜 子辉 我正好有事找你 文汐 有件事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很重要的事 你说 我想想如今求婚 子辉 你太冲动了 不 我刚刚考虑了很久 平时来往的女伴也不少 可如今给我的这种感觉 是从来没有过的 她暖和你 你不吝点 你不吝点 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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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她是甝 您有考虑过你父亲吗 他会赞同吗 怎么办 父亲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那行 你要帮帮我 子辉 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 走 我们出去骑马萨的金 可是如今 他妹妹会照顾好她的 你们要去哪儿吧 就在花园里转转 如天小姐要照顾她姐姐 让小英陪你去游行 我不要她陪 她根本就是在监视我 文轩 我难道就不能交个朋友吗 你什么都要管着我 我收购了 你什么都要管着我 小英陪你去游行 你什么都要管着我 我收购了 曼西 你就让她去玩活吧 这些天 难得见她这么高兴 咱们 还去骑马吗 一会再说 以前啊这里种过茶花 应该很快就可以 找到花种吧 如天小姐 请跟我来一下 你馬上就回來啊 你想做什麼 你不用那麼緊張吧 我不光是想跟文璇交個朋友而已 他不需要 你知道文璇為什麼對你有這麼大的抵觸情緒嗎 過分的保護會把人逼瘋的 我不反對他交朋友 但不是你這種有心計 會使用手段的人 有心計 會使用手段 何意見呢 剛剛子慧來徵求我的意見 他有意向另解求婚 真的嗎 我很有興趣知道 你是用了什麼高明的手段 讓子慧動了求婚的念頭 那是丁公子自己情深所知 我不過是悄悄編故吧 文璇呢 你和他在一起 無非是想轉移我的注意力 我不否認 我大姐和丁公子 需要有自己的空間 我不希望你去打擾他 你以為我會愚蠢到 看著你利用文璇嗎 我可不敢低估宋先生 不過我很確定 你希望文璇開心起來 陸天 我找到了 你快過了 對不起 是陪的 我來嘍 你看看 真是 在哪兒發現了 這兒 嗯 不然 甚麼 你已經在哪兒了 呀 你這兒 好眼鏡 准便賣個好價錢嗎 這頭豬也太不曉擒 非要跟我们住一起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它 不用你出马 你看 唐哥 如苏唐妹啊 天气热 喝杯茶去去火吧 谢谢啊 这什么茶呀 五丁茶呀 唐哥不喜欢吗 这茶很贵的 我这种销售不起啊 你还要自己享用嘛 唐哥你衣服脏了 来 偷家我帮你洗洗 不用不用不用 来 对了是唐哥我不是故意的 来来来 还是偷家我帮你洗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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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帮你洗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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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 送给你 你也就聪明了 你做好才做 votre眼神 course 你开始isés 那个 你什么呀 因为云远 还要一个活一朵 他都不开阵